現在由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我身後的這一台L型自動包裝機 首先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本源新台北公司劉梅冠 在這一個非常注重包裝的時代裡面 很多人希望自己買到的東西是非常乾淨沒有被拆過的 所以在這個包裝需求的快速時代裡面 會因應有不同的包裝設備來給予大家的一些生產線的規劃 當然本源新一定大家也很熟悉 不是只有做機器設備 我們的印刷設備也是很強大的 我們有奧板印刷 凸板印刷 還有數位印刷 這是目前台灣唯一僅有一家三種印刷設備的一個供應商 本源新在這個業界裡面不敢說是一號 但是他絕對也是非常有名的 那我也不免數的也要再繼續的自我老王賣瓜一下 那我現在跟各位開始介紹這一台機器設備 在我身後的這一台機器設備是我們的全自動L4包裝機 它有分五個地方 這邊是製料區 這邊是輸入區 接下來這邊是封刀區 然後到後面這邊還有一個是電控區 最下面這裡還有一個廢料區 我先從最原始的這個製料開始 製料區的部分我剛剛也有跟各位介紹 本源新除了機器設備之外 還有材料的供應者 所以我們現在現場雖然放的是透明的磨料 我們這邊載機器所搭配的是CF的方式 那現在這個因為我們現場所包裝的是這個口罩 那當然這個口罩外面已經有非常 紙盒上面已經有非常多的一個特色了 所以經過我們的磨料包裝之後 它可以防成美觀又防止別人去拆卸它 那如果今天您是有需要要印刷 那當然後段本源新可以幫你再做一系列的印刷的設計跟規劃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這台機器的 資料的最大的寬度是21億印記 那經過這個穿模 穿模它旁邊側面有一個穿模圖 其實是很簡單 然後穿模下來之後 這邊有一個新式針孔環 這個新式針孔環的特色 就是要讓我們的磨料的打動位置能夠一致 可以讓你的包裝物在收縮的時候更美觀 現在我們就請我們的小幫手來run一下 下來就是因為目前這裡的 因為區域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是單機的展現 所以我們是用人工投放 那我們請小幫手幫我們投放一下 這個包裝盒的一個 口罩包裝的一個設備 大家可以看得到 你投放之後呢 經過這個輸入區 輸入區上面的這個皮帶 我們是符合食品規矩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有其他的一些需求 或者是食品上面的規範 這個皮帶是可以組合的 經過這個封刀之後 這個封刀區我剛剛有跟各位介紹了 它就是一個剪刀式的一個封刀 然後上下這裡有一個圍洞開關 如果今天不剩你的東西被切到了 那當然它馬上就會彈起來 所以在這一個部分的話也會 也不會讓你的操作人員會有所影響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這裡會有一個 水瓶電眼跟一個垂直電眼 為什麼要有兩個電眼 我們現在今天包裝的這一個口罩算高 如果今天你的包裝物是比較小 比較窄 這個水瓶偵測不到 我們的垂直這個地方就可以偵測得到 那被偵測到了它就會往前面開始送 然後再經過下面的這個寬度 廢料捲取就也很簡單 所以很 當然剛剛大家就有看到 它還沒有包是這樣 再來就是經過包了還沒收縮之前 就是中間這個 那後面今天我們搭配的是我們 AS系列的那個熱風爐 那本原先不是只有這一款 AS系列的熱風爐 我們還有DS跟FS 那當然有不同的被包裝物 那當然有不同的被包裝物 然後我們會有建議您不同的熱風爐的一個設備 那所以今天這個設備 我們是配合AS的那個系列來做 那大家可以發現說 這邊好像有一個小橋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是被包裝物是比較小 就如同我剛剛講 如果你是單體包裝 單體包裝比較小 你如果要防 我們為了要它防止掉落 所以我們會做這個小架橋 讓它去連結到我們後面的熱收縮爐的部分 那經過熱收縮爐 我們這個熱收縮爐也是會有一些溫度的設定 還有速度的一些調整 那在經過熱收縮之後就可以 被包裝物就可以很完整的被呈現在出來 那當然後面 如果你今天更完整的 也可以去配合後段的一些包裝設備 譬如說裝箱打包之類的那個機器設備 本原先也是一樣可以去幫你做這方面的規劃